以后转身毫不犹豫就在找梁纳多在哪 直传呢 立刻就想把球打透 诶 主操又出现了问题 这时候弗兰克断球向前 但主裁判王靖的哨声响了 主操刚刚是刚刚回到场上 然后这次防守当中呢 显然在队友把球传给他之前 他就已经丧失了比赛能力了 在原地站着没有动 联赛今天是第18次出场 但是这一伤呢 看起来是不是这个赛季就得 可能就要到这儿为止了 他单队已经准备好了换人的人选 三号杨帅准备替补出场 在追求之前杨帅就已经上到了场上 这将对前掌右侧的任意球机会 还是前前给来开 但是效果还是不太好 不难对这次反击又没有可能 被弹过来 埃弗拉转不了身 转过来再推一脚 两大多小角度打门 孟公平封住了进门住 这次攻防可以说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非常好的一个缩影 河南队的进攻任意球开得并不好 球权被河南队拿去 但是阿德里安的反击的组织 第一脚传球又被打回来 三分之间攻防意识整整两个来回 这边有朋友说 如果整个中超所有球队的比赛节奏都提高一些 相信对球员提升 对抗中合理使用技术的能力是有好处的 确实如果中超比赛都像今天这个节奏来踢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比赛的场景比较乱 缺乏一些精彩的攻防 尤其是精彩的进攻 但是确实像这位朋友所说的 肯定对大家的水平提高是有好处的 不至于到了国家队 到了国字号一出去打一看 这个节奏和平常连赛不一样 没有太多的见过适应过 埃弗拉好球 推过来弗兰克可以远射 弗兰克没打再来反向 埃弗拉并不愿意 埃弗拉打门就进了 上半场的第44分钟 埃弗拉为浙江队先下一城 浙江队的这次技攻 基本上就是埃弗拉和弗兰克 两个人打透了对方的整条防线 埃弗拉 一开始吸引了右侧 非常多的防守注意力 然后弗兰克在中路虚晃着一枪 也让左半边的这三个防守球员 只把目光集中到了球上 包括尤其是三号 替补上来的中卫杨帅 这个球一直在看着弗兰克脚下的球 没有看自己所身处的这条越位线 他的位置太靠后了 小球开了一个小战术 阿德联调起来 点不错 投球 扳平的比分 这是中后位舒尼奇的进球 下半场 这边舒尼奇已经到自己的替补席去庆祝了 那边浙江队好像有人倒了 下半场开场第五分钟 浙江队这边 孙城奥倒在地上 河南队利用这个角球已经把球顶进去了 但是看看有没有之前有犯规的情况 这个角球呢是连开了两次的 然后呢尤其是第二次开之前 禁区里边人仰马翻 裁判组呢维持秩序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开出来之后果然舒尼奇泰山压顶把这个球顶进 而且他在顶球的时候身边没有防守局员在干扰 先且不论这球算不算啊 这个发球战术角球的发法 还有进去里面跑位的这种党人的配合 还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最后呢成效不错 但这个球 还是算了 指的是犯规 指的是算啊 指的是中圈 东宇呢过来抗议 结果吃了一张黄牌 这球是无效的 还是犯规在先啊 哎 高天宇这个球想直接不停球传给他的脸 结果传丢了 弗兰克左边弗拉又来了 又来面对迪迪摩拉提 迪迪摩拉提这次预判了对方的动作 埃弗拉没晃直接传中被打过来 李提香好球弗兰克 传起来门前偷球 莱奈多这球没能摆脱舒尼奇 舒尼奇的防空在中超的外援中位里头还是 至少算是一流 这个界外球 好像发的动作不太连贯 但是阵队队把球转出来 右边成绩拿球 东宇套上 东宇可以射门 东宇打门 球掰了 划门而出 刚才浙江队后场的界外球 虽然扔的时候有点 有点作难 但是扔出来以后 一脚球转到另外一侧 这边就豁然开朗 这球就骗了那么一点 界外球扔进来成绩 再做给弗兰克 弗兰克推 弗兰克还有机会 弗兰克 这球又进了2比0 贝南队扩大了领先优势 刚才的那一次有威胁的进攻 就是一回界外球 那是后场的 这次前场界外球 又扔出了出其不一的效果 贝南队这两次界外球防守 注意力好像没有完全集中起来 再看 这球呢 承进的跑位非常聪明 他好像要在边线的附近去接有 但是呢 突然纵向的 横向的往近距离插 然后接到球以后 再来一个反向的直塞 弗兰克第一脚 虽然被迪迪姆拉提拼命挡下来 但是迪迪姆拉提倒在地上 没有办法再防了 舒尼奇呢 被刚才承进的这脚直塞 给晃晕了 没有能够再追回来 但是河南队前场抢的人多了 后场人就少了 这家队长传上来 又制造了机会 弗兰克把球推进 3比0 弗兰 越位的哨声 看看回放这个球算不算 刚刚正在说 河南队现在前场抢的人多 后场的人就会少 空间就会大 长传上来以后 三传两地 弗兰克这一侧又完全被露空了 老军胜接球以后 这球应该并不越位吧 看起来 看回放的话 这球可能有效的 可能性更大一点 那就是3比0 主力呢都没有 期满90分钟都得到了休息的时间 而且这个球呢是有效的 3比0 浙江队现在更加安心了 祝愿浙江队呢 带着这场中超胜利 偶然体育提供海外用户专线 无线畅游腾讯 咪咕等视频网站 提供中国所有省市体育台 观看直播中超CBA赛事等等 20元每月可免费试用两天 高清不限流量 微信654733 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